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集的 《心子智庫》裏面的大齋期 是關於靈修的這一集 今天其實是有少許 cross-offer 跟我們另一個好書推介一樣 但今集我會給一些 其實跟中介有關 很多人會覺得 是否結教 其實沒有其實是哪一種教 今集我會有少許 用同 我會概括他們用同一個角度 去看一樣東西 但和而不同 首先我要推介兩本書 一本中文版 一本是中文版 一本是英文版 其實兩本書都是一樣的 中文就叫做 《門徒六訣》 英文版就是6 mark 6 mark of the discipleship 又是這個作者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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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牧師 來的 他來了香港 在神學院裏面教書 那裏面呢 首先不如我簡單說一件事 有很多人會覺得 基督教思想 或者是宗教 或者聖經 或者 whatever 他們都會覺得好像對立 或者有些東西會攻擊 邪教 這些就是魔鬼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但實際上 如果你真真正正看起 聖經裏面有很多所謂的 你知道聖經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用比喻方法的 例如說神 主耶穌曾經說的一件事 如果你的敵人 蓋了你左邊面 你就把右邊蓋了 其實神絕對不是叫你 或者叫你被人挖完一巴 再挖另外一巴 絕對不是這樣 只是說當有很多時候 我們被人攻擊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人 因為社會上有不同的利益 而當利益受到衝突的時候 我們被人 往往有很多人 是因為利益 譬如說暗地裏面 譬如說 在背後放暗箭 又或者很多時候 辦公室政治 大家都會面對著 就是說 無論你怎樣做 你的上司都不會理解到你 亦都不會去欣賞你 有很多同事 又會被很多麻煩你 那很多人就去打烧癮了 最近經席剛剛過了 這樣 好了 我們看到這件事 只是說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我們會遇到不同的人 他們可能有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無經放箭 不論我們是 無辜的 被人去投訴也好 或者被人抹黑也好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還擊的 就是這件事 尤其是阿Kim 在以前做風水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人 有時候被行家去 抹黑也好 你根本是不需要跟他去交涉 或者正面去 大家是以牙還牙 以牙還牙的 其實這件事 我們應該是去放過 去釋放 去忘記一些我們不喜歡的人 或者對方曾經去做很多事情 去傷害自己的人 我們應該放手 從而令到自己釋放 因為你想想想 你爭一個人 你認為最大傷害的人是誰 一定不是去害你那個人 是反過來 是你爭他 一直爭 那個人最大傷害的人 反而是自己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 在不論用回我們 譬如說孫子兵法 有時候就是 無招聖有招 就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如果有人 譬如說很簡單 他很喜歡 不論大家都會明白 有時候在辦公室 有一部分的同事 每間公司都會有 有些人喜歡找人 那你便有他找得著 找完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可能有一天 他會足以停手 或者神會感動到他的 那或者 他繼續的 那都不要緊 那你譬如一轉 兩轉 那你做到 你接受不了 你就停了 也不需要放在心裏面 那你就可以真真正正 做到一個包容 就不是一個口 在說包容包容包容 這樣 是真的用行動去做的 那基督教裡面 亦都很提出這種教義 他就說 我們經常口口聲聲說是基督徒 或者怎樣 我們不是用口去說 是應該用我們行動 我們行動 要跟其他人不同 要自我警惕 要自我反省 要用各方面的東西 令到別人覺得 使禮的基督徒 或者基督徒 他們做的事 是不同的 就不是口裡面 在說 那當然 在《新約聖經》裡面 就已經有一個恩典 就說 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 就已經是 如同洗禮一樣 洗禮只是一個儀式 就已經可以得到 在《生命冊》裡面 已經留了你的名字 但是 上天堂 下地獄 等等 這些所謂的《生命冊》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用比喻的 《聖經》是一本書 《聖經》 首先是一本宗教書 它不是一本科學書 所以你不可以挑戰它 現在是2018年 21世紀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用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同精女受人 有可能嗎 有很多人會去挑戰這些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再重要 作為基督徒 所以我覺得就算 瑪莉亞不是同精女 OK 神真的要猜欠 祂要做任何事 真的要有一個基督徒 出來 為世人釘十字架 流出寶 祂要寫面 我們的罪 神一定可以做到 就算是否同精女所生 這個也不再重要 最近我自己翻譯中文版 因為這是中文版 我看了英文版 英文版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到 例如我們會說到 天使和魔鬼 有很多人就會把天使和魔鬼的形象化出來 很多人會覺得基督徒 我們就會有天使和魔鬼 但實際上 我們所說的天使和魔鬼 其實是在我們心中的 我們心裡面 其實可以做一件事 可以去作出神 讓我們有選擇權利 我們可以去做一件事 走好的方向 或者走歪一點 這個就是 內心裡面的困難 就是正如 佛學裡面所說的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Pardon me 因為阿Kym 一向都看了很多哲學的書 最近都在靈修 也看到很多 例如西方的《盲瓶經》 和《聖經》的比較 我自己也有親自去看一看 很多東西 但也有部份很多東西都很接近 大家思想都是和而不同 我可以這樣說 但 我們說到 例如 啟時錄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網上 在Google一下 會看到很多 很多牧者 科學家 牧師 他們都會對啟時錄 有不同的見解 無論你看到英文版也好 中文版也好 他們都說七個印 七個號 七個什麼 結果世界會末日 然後 就會面臨很多病毒 病菌 但 before that 就有個 教會被提 他們會上天 然後還有一部份人 就有七年大災難 說了很多東西 我完全不是否定這件事 但只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Anyway 聖經 是一本宗教的書 我可以這樣強調 這本書 他就說了很多東西 就是說 我們要 如果作為一個基督教徒 是應該去行使神的使命在地上 不是單單靠講的 而我很喜歡 其中 其實他Six Mark 其實我們 基督教裡面 都叫守齋旗 不只是佛教才有的 我們都是大齋旗 所以他這個寫著 大家要看清楚一點 就是大齋旗寧修之旅 裡面 可以用一個中英文版 可能有些字眼 我自己未必即時 SIMITANIS 可以說得很清楚 因為 這個節目用中文 裡面 就有一個 People of Prayer 我們祈禱 其實祈禱 我們祷告 香神祈禱 我們有 他這裏的本書說 我們要討過 首先要讚美主 讚美神 然後 才去 要懺悔 第一件事 我們每一天 因為神是很慈悲 憐憫的 我們每一天要向神 懺悔 而我們 人往往就是 因為 在 現在和平 社會 道德倫理價值 什麼都好像 開始墮落 OK 那就不同世界大戰 因為個人的生命 或者想回以前 SARS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擔心 你和你的同事 走近一點 麻煩你走開一點 走遠一點 自己退開 那時候 連自己的生命 都不能掌握 那時候 很多人就會 這個時候宗教 發揮了一種 具體 很大的力量 但實際上 在這個 在現在 物資豐富之下 我們很多人 往往是忽略了 我們需要 在心靈上 去一種靈修 那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自以為是 自己以為自己 很聰明 其實你想想一件事 一山環 一山高 全世界好 聰明了很多 還有一件事 就算你說 我們偉大的 科學家 數學家 比如說 愛因斯坦 或者是 Steven Hawkins 那些 他們很聰明的人 但我相信他們 其實他們 都是 比起神 的 知識 其實都可能 不過於 0.001 我們不可以用 我們人的腦 去考慮 Steven Hawkins 他講了一件事 就說 魚就是來自一個 大爆炸之前 就是這個 大爆炸之前 是一個 沒有空間 沒有時間 是停留的 到將來有一天 宇宙就沒有了 也都會回到原始 是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就好像 有人說的 所謂天堂和地獄 究竟在哪個位置 其實都是 一個 一個 潛在意識 的一種 一個位 我們信的 我們可以直接 入到那裡 而不信的 你可能找不到 就好像佛教徒 他們相信 比如說有西方 紀錄世界 他們要超越三界 跳出五行超越三界 去到那個位置 他們便去想那個位置 但是 比如教徒來說 我們會想一個樂園 然後等到死後 會是陰間 一個陰間 可以在一個樂園 也可以在一個 很悲慘的地方 我們要等到 這個審判 所謂的審判 就是一個confirmation 其實你落到哪裏 都是一樣的 在陰間裏 陰間可以在一個樂園 也可以在一個 類似地獄 然後等到 神就會 要我們拿回 另一個驅體 那個驅體 那個驅體 就永遠不會扶扭 也不會死 是一個永生的 相反 被判被判 被判得地獄 那個就永死了 又說到 聖經裡曾經有一篇文 有一節說到 如果有錢的人 如果要上到天堂 就如同一個樂駝 穿過一個針眼 這麼困難的 但是 我自己本身的看法 就覺得 這個只是比喻而已 其實神是很憐憫的 神是不想去懲罰一些人 而地獄設計的原意 原先是給魔鬼的 而不是給人的 所以 人 如果是墮落起來 如果真的好什麼 就會連魔鬼一起被困住 在地獄裡面 捲進去裡面 其實這一點 只不過是說我們的心 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內心 有善 還有有惡 又回到頭 就是我們聖本善 還是聖本惡 又回到我們中國人家思想裡 我們的哲學院 那裡 其實你所有的宗教哲學 宗教是永遠和哲學 是永遠離不開的 我自己 個人認為是 那好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神很憐憫 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會上了天堂的 而 即使就算他 不是一位教徒也好 可能他說他信佛教的 或者信其他教的 其實我相信 如果他一直出於善心 他在做很多善事 只不過他拜那個不是主耶穌 那 我覺得神不會說 不憐憫到要他 誒 你要落地獄 這樣 而且我落地獄 這件事 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手腕 即是一種宗教 他們要傳教 所以他們就用一種歸黑色的方法 你不相信 你就落地獄 你一定要相信 那 又例如有一些 譬如可蘭經 所以他一邊是拿著一把刀 一邊是拿著他們的那本可蘭經 那 最近好像昨晚 有宗新聞 有兩位 石黑教徒 他們就拿著一把劍 那樣 即是一把匕首 應該叫 就進去小夏前寨 那裡 後來就被 那個 保安 發現了 有少少一段小插曲 但這個 我們不去評論這件事 但我只是想說 就是我們有不同宗教 我們有不同的信仰 我們有什麼 但我們要用一個包容 包容就是說 其實神要我們在不同的宗教 大家融合 大家團結起來 就不是大家攻擊 他們是佛教徒 他們是天主教徒 他們是基督教徒 大家是不對的 或者是怎樣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其實現在 在香港這個城市裡面 很多時候一個family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信仰 所以變成就是 我覺得 這方面真的 無需要太過 一定要說 你是什麼 要follow up 任何事情 其實大家都是一種靈修 都是用 即我們做的事 就是神會知道 就不是做給其他人看的 而且我們都信一種宗教 就不是看著那個宗教裡面的信徒 而去信的 例如你看到 比如說理想基督教 你看到有些教 即是樹大有夫子 教徒裡面 都有一些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貪婪 或者他們是用 比如說 寬供款 或者很多很多問題 或者說 天主教 在羅馬教廷那裏有些問題 出了些什麼 peedophile 什麼case 戀童癖 那些東西 那你就說 那個教有問題了 那反過來 譬如你說 宗教 佛教也是這樣的 佛教也有很多 也有些枷沙 最後都是 會被和尚去毀滅他自己的教 都有 很多很多宗教都會說很多話 但是今天 這個不是重點 今天我想說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 當我們討告的時候 我們要把我們的人 我們首先要懺悔 我們要讚美主 懺悔 然後呢 就要感謝祂賜給我們的食物 然後最後呢 才令我們不會遇到試探 試探其實就好像 類似我們的人裏面 又不停有魔鬼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我們盡量就不要被試探到 就是我們要擺定我們的心 我們不可以走歪路 我們盡量去做 當然你不可能做得到 甚至像大衛那樣 大衛是一大衛王 他也曾經殺過人 如果你這樣說 他已經破了界 但是神在聖經裡面說 大衛是一個很合乎他心意的人 你會覺得 等等 他又殺人 他又監陰 他又娶了他太太 那個婦人 這件事又犯了監人 但大衛王真的很誠心地去懺悔 其實神也會原諒他的 你反過來 譬如在監獄裡面 有些殺人犯 或者他做了壞事 做盡了 只要他有一天 他真的很有誠意 誠心地去懺悔 其實我覺得 從那一刻 他就已經上了天堂 他就已經在樂園裡面 就不再是地獄 不是等到死那一刻 才決定那個人上天堂 還是上地獄 聖經裡面也有一些 一些比喻 就說 我們的命 譬如洗了禮 就可以放在生命賊裡面 將來上天堂 這些都是一個比喻 就像今天這樣 有很多人為了想 入天主教學校讀書 或者基督教學校讀書 他們於是就去洗禮 其實他根本上洗完禮 他依然還去廟宇拜神 或者拜其他東西 你會看他的目的是怎樣 這就是第一節 他就說這件事 第二節 他就說去朝聖 去朝聖 他就說 其實我們去朝聖 我們不一定要說 你是教徒 你就要去耶路撒冷裡面朝聖 或者你是佛教 你就要去取西經 又要去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們去朝聖 每一天我們都在朝聖 我們每一天都在朝聖 總之我們就算在我自己的家 自己的地方 我們都是朝聖 都是對著我們的宗教的神 還有一件事就是 companions 就是我們要團結 在教會裡面 或者是 我發覺有幾件事 我最近曾經有一次很偶然 我就上了一個 我是教徒 我就上了一個 我是教徒 佛 那些佛 是由一些佛教的 一些真侶 他們就說了一些 你知道現在的真侶 都很professional 他們可能還沒出家之前 他們是一些CEO 或者是一些專業民事 來的 他就要做一個PowerPoint 他就說了 這一段我發覺 《聖經》那裡做得很好 於是我發覺 曾經有個基督徒 在基督教會 他做的事情做得很好 我就說 他就說 他硬著頭皮 他就去找教會 問他可不可以拿那部份來 給他用 宣揚他自己佛教的事情 教會就說 OK啦 沒問題 就給他了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我覺得 我們應該盡量 在我那個年代 我記得以前老師教我們 就說 逢是我們認識人 盡量避免去講政治 和政治 宗教 因為牽涉到這兩個題目裡面 就是要Pain a heart potato 你就是一個是很具爭議性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盡量 如果身色的朋友 大家不太熟 就盡量不講這兩個topics 但是現在我發覺 就是社會開始大家融化 大家包容 大家團結為一起 就不管 比如在英國這樣 根本上天主教和基督教 只是歷史問題而已 是政治上的爭拗 其實他根本上 本來是為之為一體的 也都是融會在一起 而佛教其實是拜上天的 也是上帝的 那好了 那你說這個 譬如說這個 會教 他說大衛 譬如是針神 其實大衛 其實你追回到那個 那個頭 就是聖經裡面也都說的 大衛的後裔 也都是大衛的祖先 反過來也是Jesus Christ 又是神 又是主耶穌 那我們看回很多事情 做墨者都要回到同一個神裡面 只不過後期我們怎樣演繹 而後來那些人怎樣去演繹 那個思想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應該太執著於 哪個宗教 你是什麼教 就一定要行什麼禮 那在大齋期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大齋期就是靈修 靈修這段時間就是 就是我們講到一天耶穌死後 後來又復活 復活完之後又有 那總共前前後後 就四十一天 那四十一天 我們作為教徒 盡可能都會去皮食齋 就不會大魚大肉的了 但是當然 也都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位牧師 我也挺欣賞的 他在他的講道裡面 他也都講到 就說每一天的午餐 他就不吃東西 他就真的不吃 下午了 那下午那餐 他剩下的錢 他就居住了 他就說一件事 他當然會肚餓 但是當他肚餓的時候 始終人 他也是會餓的 去到下午午餐的時候 那當他肚餓的時候 他就怎樣 他就拿著一本聖經出來 那本聖經 就拿著一本聖經出來 就看了 那我覺得就好像孔子 有一段時間 就說他跟他的門徒 就是當時是因為戰爭 那他要在一個地方 當時是缺乏食物 他沒有食物 他很餓 他只能夠了 拿著琴出來探琴的 那這些叫聖人 我們這樣講 那這個companish 那之後呢 就有做法就是 就是仆人 使者 中文就認為是仆人 那我們為神做仆人 就是有神有不同的差遣 那你不要想著就是仆人 喂 基督徒 那我一定要做基督徒的事 絕對不是 那這本書說得很好 就是說 即使是 譬如說 我用這麼簡單的例子 譬如一個人駕巴士的司機 他每天 即使他不是基督徒 或者他不是 他沒有宗教信仰 或是怎樣 他每天做好他的工作 其實這個就已經是一個 佛人 是為神 神因為我們不同人 有不同的 他將他指而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 就將每一個人 叫我們在社會上 有一個角色 那我們只要將他做好 我們的本分 例如教書的 那他教好小朋友 OK 那他巴士司機 那他駕駛他們的車 很安全地 令到乘客 有一個目的 有一個地方 去到他們的目的地 那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在做一樣 就是 佛人的角色 就已經行駛了他的使命 那這件事 我覺得非常之好 他的演練方法 那另外 還有一項就是 劍證 那他做劍證 就是我們會扣過我們 我們看聖經 就會看回一些神跡 在很久 即是二千多年前 主後主前 那大部分 現在聖經寫的 都是主後的 within 60 年那些 後來就 當然有些東西篩走了 有一部分 經過全世界 所有教會 裡面談好了 就覺得這些東西 是應該放進去 這些東西 不應該放進去 那大家做七六成的一本 叫做聖經 Bible Holy Bible 那現在又有修訂版 又有和合版 很多種版本 又翻譯了很多種不同的語言 那好了 那這本書裡面 就 裡面 就講了很多福音 這個福音裡面 就講了神的偉大事 即可以醫好病人 麻風病人 起死回生 很多很多 將鬼的驅鬼 去到豬裡面 那 在今天來講 我們的見證 其實神是活的 會在我們世界 有時候我們內心裡面 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很急的東西 那時候 我們甚至乎 有時候 未去到呼舊 那時候 其實神已經第一時間 和我們安排了一件事 譬如對我來說 我曾經試過 20多年前 我真的試過在屯門 有一條路 那就 被一部超速 因為它的路 是那些起伏的 那我就慢慢 從小路走出大路 我就慢慢看清楚 沒有路 沒有車走 我就轉出去 那突然間 一部的士 就一路 用超速的衝下來 到後來 他殺停了 那一刻 已經在地上 整條車胎痕了 我記得他 當時還要去到 逆線行走 才可以避開我的車 那時候 我看到他 我眼看他的眼 那時候 大家已經幾尺 幾秒鐘時間 我已經閉上眼 已經想著 拜拜 就想著 這麼早見 Jesus 但是 我想都沒有想到 我都沒有求救 但是神已經救了我 其實在我的生命裡 其實很多很多很多事跡 就是一直都是 我相信 在這個世界上 是有新的 因為如果是 沒有一個創造者 根本上很多事情 是解釋不到的 那 那 另外呢 我們就要將 有一些是 一些 一些 甚至我們鋪路 做了一些 你認為是 有時候你需要一件事 有時候會很信 很信你的 就好像下雨 突然間有把傘走過來 那 有時候 你需要一些事情 那 又會有些 很信任人去做一些事情 他只是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 可以幫到你 所以 這個就是見證 我們就去做 那 佛見證不一定是基督教的 佛教也有佛教見證 佛教也有人說 佛教是怎樣 或者其他教也有的 那然後呢 就有一個 就是叫做管家 那這個管家 這個steward 就是我們要去 我們就要去 就是要去 遵從 去管理一些 譬如說 我們的靈性 我們的靈性 取向 那 裡面是說得好 其實都挺精彩的 但是我personally 我就希望 因為這裡賣關子 我就不想將裡面的內容 讀出來或者說太多了 但是我自己personally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用英文版 因為英文版 我覺得寫得是原汁原味 那本中文版 都可以的 都是譯的 因為它始終扣過翻譯 始終有時候有一點點 就是跟原裝版 是有一點點出入的 那 有順便提一提 有時候我們人呢 隨著現在的社會 經常都要講自由 民主 講很多東西 有時候大家有沒有想過 那樣東西呢 其實 越多自由 越多選擇 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每一件事 都是有兩面的 就正如人家說 一件事 一關就兩面 那 每一件事 背後 你不能夠 視乎你怎麼看 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做事 做得太順利 突然間遇到困難 一些波子 這個未嘗 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為你一定要遇到一些困難 一些困難 一些困難 你才可以看到 即將來 你去怎樣應付你的問題 如果一件事是 世上是不可能一件事 是一帆風順的 即是一帆風順的人 我告訴你 他都會面對他 將來有來的問題 而當那些問題來到 那時候 他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那 有例如 我們有說 就說 我們中國人有說他的話 經常說 什麼大難不死 必有口福 那其實 用回我們 其他教課裡面說 都有一件事 就是 有說到一個禍害 背後 就是一個祝福 我們會很多時候 當然啦 你會覺得 因為不好事發生了 到你去到祝福的時候 可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樣 當然啦 我們就需要神裡面 一步一步地帶領我們去行的 那另外呢 我們 我記得詩篇第二十三篇裡面 也有說 我們要靠著神的象 和他的肝 一步一步帶領我們 走出死暗的幽局 人心裡面的死暗幽局 那 直至到 離開那個陰霾 我們就可以看到前面的曙光 那這個是需要一個經歷 其實人心老病的死 死是必然的 老實說一件事 大家知道 大家終點是什麼 而阿Kym其實 我以前 就一直很欣賞 不是說現在不欣賞 一直記得很清楚 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施永青先生 他說人生出來 有什麼路呢 死路一條 但是今時今日 我提到的 就是人生出來 絕對是死路一條 而是 一個經過 人生是為什麼 人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 而最終是死 而我們的虛學 都是 年輕一點 你的行就好一點 年輕一點 花妝漂亮一點 如果 你經歷少了一點 如果 人年紀大 其實 他年紀長 不過 他經歷過的日子 最後期的日子 都是綁手綁腳 他可能想走 又要坐輪椅 他很多事都做不到 雖然日子長了 其實告訴你 這就是經歷 例如 我們人 長命的 一定會見到 身邊的人 一個一個離開自己 這個也是 我們自己 會見到一個 一個經歷的事情 但如果你說 短命的 你可以說 他很慘 他這麼早死的 但相反 相反 他們 少一點 就會見到 身外的人 比他們 離開 他們可以避開 那段傷心 他們只會令到 其實 尤其是 對於 我自己 因為我現在 有時候 都會去做一些 會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是癌症的病人 有些是不同的人 我見到現在 癌症 很多人都有 身邊一定有很多人 朋友 或者有些人的親戚 或者怎樣 都會一說 一聽到這些 所謂的絕症 我相信 將來是一定有辦法 科技去醫治的 但當科技可以醫治 很多癌症的病 到時又有第二種病 可能是 那些禽流感 什麼感 不同的東西 人傳人 傳來傳去 到時有 心花武器 或者有世界大戰 不知道的 將來 好了 那我覺得 你見到這些 病人也好 其實 就好像 我馬上會想起 唐山大地震 當年1976年 我唐山大地震 或者是 一個地震 我看到一本書 有講於 唐山大地震 還有一本書 是當年 曾經被禁書 在中國 就是一本叫做 《沉淪的國土》 這本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可以看到 如果有看到的 你就會看到 比如北京那裡 之前中國國內 有一部份是沙漠化 土地越來越少 大部份的人喜歡 蓋樓 賺盡一切 結果到最後 Panalyze 都是人類 因為那些屋 都起了樓 糧食不足 很多東西都是 如啟事錄一樣 將來一天人 人做一天 很辛苦地 賺回來的 只是幾星的物資 只有三星物資 都不夠吃 做一天的人工 賺回來都不夠一餐 因為糧食短缺 這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些癌症 甚至不是癌症 或者絕症 地震中的災難 和 車禍 那些死者固然慘 但其實那種痛苦 那種哀傷 是最悲慘的 就是因為那些心患者 他們帶給心患者 那種悲傷 那我想其實在這方面 大家在靈修那裡 都可以去想一想 那今集就先講到這麼多 那但是順便看一看 那以後就 那些靈修那些 那些集會開得多些少 還有遲些就會 更加有的大方向會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就是支持這個節目 那大家希望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分別有甘生子的channel 以及這個 李慶文思紫學研究社的channel 那今集就多謝大家了 那隻飯 也看會不會小時 那些拜託 你好 我們想要在這裡 那些拜託 就能幫見你 你 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